現在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週期表 現在的週期表我們把功勞歸給門德烈夫先生 我的線上教學網站上有幾個影片 在介紹門德烈夫的週期表 你就自己探一探欣賞一下 反正就是他做了一個整理 把元素按照原子量的大小排列 原子量我們後面再告訴你什麼意思 然後就提出了我們現在的最早的週期表 但是現在的時代週期表換 我們改成用原子序來排 來用一下也是一樣 後面教你什麼叫做原子序 後面叫做原子序 然後排列它有直的跟橫的 直的叫做同一組 同一組它的化學性質會相似 就是橫的叫做一個週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九又回到一 九跟一會相 所以一二三四會相 回來就叫做一個週期 所以橫的叫做一個週期 直的叫做一組 我們當回就要介紹三個組 減金組、減土組跟魯素 一組的化學性質是類似的 基本上性質會隨著原子序的增加有週期性的變化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週期表 週期表 那麼現在週期表講義了第28頁有 就是我要你要背那個東西 我說你要背那個玩意兒 把它背好、背好、多幾秒 我要你背的沒有最多 但也沒有最少 有沒有 普通 上面有寫的都是國中基本上會出現的 會出現的 好 同一組剛剛講過化學性質相近 但它並不會完全一樣 同樣的 同一個週期或者是不同的元素 也可能會有類似的性質 不過那個同一組的化學性質 相信是一個重點 我們介紹第一組叫做減金組 由里、納、甲、如色吧 國中大概就是納跟甲比較重要 納跟甲比較重要 里納、甲、如色吧 納跟甲都會和水作用會產生氫氣 生成氫氧化物 氫氧化物是碱性 它都是強碱 所以它叫做碱金組 然後呢 會成碱性 會成碱性 好 所以叫做碱金組 它都會跟水劇烈的作用 它都會跟水劇烈的作用 好 來 我們的可愛的甲 這個是甲 然後呢 會把它丟到水裡面去 結果它會跟水劇烈的作用 YouTube裡面很多影片 還有人放的是法 那更恐怖 放的是法更恐怖 你可以找得到 這次放的是甲 丟下去 要離那麼遠 因為它的反應很劇烈 所以要遠遠的去弄它 好 遠遠去弄它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甲 好 會跟水劇烈的作用 撿金組的活性是誰 原子序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越後面的反應會越劇烈 所以里那甲 所以甲跟水的作用 比那跟水的作用會劇烈 那也會跟水作用 可是甲會更劇烈 越後面越劇烈 所以剛剛跟你講 那YouTube上有拿法去做實驗的 那就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那個反應非常的劇烈 非常恐怖 你可以去上網找 好 法跟水作用 法跟水作用 OK 那跟甲都很容易 跟空氣的氧作用 或者水作用 所以要放在石油中 舊課本寫石油 康軒板寫礦物油 沒有關係 就差不多 反正就是 它會跟水作用 會跟氧作用 所以要把它放在這裡面 因為它裡面不含 因為它裡面不含那個氧氣 所以它就不會放在生育板印 這個叫背 然後存在石油中 礦物油中 然後呢 幾乎所有的生物細胞裡面 都有鈉跟甲 我們人裡面也有鈉跟甲 所以我們要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鈉太多或甲太多 或者是鈉太少或甲太少 我們就會生病 我們就有一些問題會出現 要保持一個平衡狀態 然後有的時候 有人說叫你吸收電解質有沒有 喝什麼感冒 喝個粗跑幹嘛呢 什麼之類的 就是要補充鈉甲這個東西 然後鈉很軟 可以用小刀切開 髮呢 是最後面 活性最大 那裡是最輕的金屬 裡是最輕的金屬 我們的鈉呢 可以用小刀來切開 所以呢 不對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甲 鈉 就是鈉的作用 我們要看的是前面吧 鈉也會跟水作用 剛才講過了 燒起來 以前有讓學生看 現在沒有讓學生看 頂多老師示範一下 因為怕它會危險 它會危險 所以呢 它會在水 它會浮在石上面 會繞圈圈 然後冒泡泡 然後會有火花 那個火花 是因為產生氫氣作用的關係 產生氫氣的作用關係 好啦 我們看那個 這個是鈴啦 鈴 他拿那個刀子實在太恐怖了 不用這麼恐怖的刀子 拿那個普通手套就可以切開了 拿普通手套就可以把它切開了 然後呢 有金屬光澤 金屬光澤 金切面 金屬光澤 我講過嘛 金屬的特性 有金屬光澤 有金屬光澤 OK 好 它把它放在礦物油 你會浮起來 納也會在水裡 放在水裡會浮起來 但是它會跟水作用 那納放在水中也會浮起來 然後會跟水作用 然後呢 產生氫氣 然後氫氣會點燃 所以冒火花 所以會冒火花 所以告訴你 它會作用 所以它會作用 OK 好 就是 李氏最輕的金屬 那呢 可以用小刀切開 然後法式活性最大的金屬 把這些東西呢 背一背就可以了 注意 要儲存在礦物油中 注意 它會跟水作用 然後產生氫氣 然後產生氫氣 這些就是你該背下的事情 OK